170 投資理財,國企重組概念收集中國食品 2015年7月20日投資理財023國策股組合謝志堅 策略,雖然內地股市有高位回落,但國企改革營會進行 不者認為,如中糧系重組概念股包括中國糧由00606及中國食品00506 以跟隨大事調整,現階段可趁回吐收集,中糧集團去年終已被列入央企改革首批試點企業 市場憧憬有關政策出台後,以中糧油及中國食品業績欠理想 未來觸發重組的可能性較高,如前者去年業績轉型違規,虧損7.7億元 後者去年正利潤值倒退74.7%至2.3億元 至於新一輪的國企改革重點,集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 設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人員激勵改革三方面 所謂運改制,目的是提升國企的營運效率與市場化 而運改的形式有多種,比喻引入民間資本,並構重組及員工持股等 海通證券啟動回購計劃此外,不者上週按策略已開市價4.46元 估出力00799並已開市價15.46元買入4000股海通證券06837 除內地股市反復升至近4000點,該股亦跟隨市況做好 上週收報15.92元,該股計劃回購公司A股或H股 而回購A股價格最多每股18.8元人民幣 回購A股價格最多每股17.18港元 相信回購行動對股價有利 該股上週宣布,中期順利為10.2億元人民幣 增長2.5倍,自內地推出多項利好樓市政策之後 內地房地產已回戀,而深圳樓市亦超越上海及北京 組合內以深圳為基地的萬科02-202亦有望做好 此外,旭輝00884公布,6月份合同銷售 聯合型項目銷售 金額抗年升47.2%至29.3億元 人民幣 合同銷售面積約22.24萬平方米 合同銷售均價約每平方米1.316萬元 同比增15.4% 今年首六個月,集團累計合同銷售 聯合型項目銷售 金額約105.2億元 合同銷售面積約84萬平方米 合同銷售均價每平方米約1.25萬元 本則會估出大明國際01090 代中國食品會吐至3.5元買入1萬股 中文貨品會吐至4.5元